哈囉 我是沛莉 今天要來教你10個拍出網美照的方法 我是蝦妹喔 第一招要找出自己最好看的角度 所以平時可能就要多對鏡子練習 或者是多自拍 那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哪個角度最好看 基本上有一個黃金角度就是 頭向下15度 轉45度角 這個角度是普遍大眾女孩們 整拍照會最好看的角度 第二招是水平拍身 因為很多女生都想說 我想要臉看起來堅一點點 就把相機拿得很高很高 避免拍到雙下巴 但是如果你拿太高的時候 眼睛可能會眼白過多 看起來很像死魚眼 又或者是你沒有脖子 其實這樣是不好看的 所以最好的黃金角度是 相機擺水平的直的 但是相機的部分 稍稍的往前扣個15度 這樣子一拍就會很完美囉 第三招要注意的是 濾鏡不要開太亮 磨皮不要太嚴重 因為當你的五官都變得不清楚的時候 人家就會覺得 你修圖修很多 肯定是瞎妹 所以呢 建議你們先拍出清楚的照片 再去後製 利用一些APP調整的時候 你可以去拉它的美肌程度 這樣照片看起來會比較自然喔 第四個呢 是魔鬼藏在細節裡 眼神光很重要喔 那要怎麼樣有眼神光呢 通常呢 就是你要面對一扇窗戶 或者是面對一個燈 因為當你的眼睛裡面 有光的反射之後呢 會覺得 你的眼睛好像水汪汪的 照片看起來就會特別動人 接著第五點呢 就是光線超級重要的 女生一定要有光才會變漂亮 所以要掌握自然光 自然光呢 可以讓你整體的空間感 跟你的膚色都變得很均勻透亮 最好呢 是找那種很多白色建築的地方 因為白色就會自動幫你變成反光板囉 第六招呢 其實是你的妝可以比平常更濃一些 因為當你拍照的光線比較亮 然後相機呢 也會吃掉一些妝 所以呢 在眉毛眼妝跟唇彩的部分 可以稍微加重一點點 第七招呢 是各種表情手勢的搭配 非常的重要 才會讓你的照片不呆板 看起來才會是完美啊 當然呢 你也可以靈活運用你的表情 喜怒哀樂 各種不同的情緒 以及像是搭眼睛啊 露齒笑不露齒笑 都可以營造出不同的感覺 姿勢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想像成 頭痛 脖子痛 肩膀痛 肚子痛 牙齒痛 牙齒痛 第八招呢 是可以運用各種可愛的小道具來製造話題性 像是這種 戴上去之後呢 除了人變可愛 大家也會留言說 欸這個哪裡買的 或者是人家會覺得 欸你是去迪士尼玩嗎 第九招呢 是可以運用腳架 或者是廣角鏡 讓你的照片能夠 不是只有一張大臉 有一點背景的話呢 畫面會比較豐富喔 第十最重要的是 當你拍照的時候 背景不要太亂 不然的話呢 你看人 打扮得漂漂亮亮 乾乾淨淨的 結果背景就露屑了 你這樣也會破壞照片的美感喔 好以上呢 就今天教你們拍出網美照的十招 但最重要的是要多練習 而且要記得 你要越生動動態拍出來的照片會越美 像是有風吹動你的頭髮 就會自然的營造出一種夢幻的感覺 然後笑的時候不要這樣子 只會一號表情 你可以哈哈哈哈 然後從笑中去拍出的那張照片 絕對會是最美的 好 那就祝大家都能夠輕鬆鬆變成網美囉 如果想要看 關於穿搭全身的照片 該怎麼拍或者是360度 怎麼拍都好看的技巧的話呢 歡迎留言給我 如果太少人留言的話 那我可能就不拍了 好啦留言告訴我 你想要看什麼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你可以幫我按個讚 我就會很開心囉 想要看我更多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是上網搜尋 百變沛莉可以找到我囉 下次見 掰 掰 鼓舌頭 鼓嘴 鼓嘴 好座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壹櫻 鼓嘴 鼓嘴 嘴 鼓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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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